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部分我们提到的是 就是所谓的空间艺术化 艺术机能化 再第二部分的话 所谓本质美学这一件事 我们是希望借由在生活周遭里面 借由一个最基本最单纯的物体 去唤醒人们对美学的感知 那第三个概念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件事 就是从一个专业者的设计角度出发 这样子 那怎么样达到一个使用者 艺术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设计者就像一个天平者的中间 不偏不倚 去引导客户的需求 但因为我们的专业的美学 跟设计的涵养 让整个空间塑造 是属于具有美学 以及符合人生活机能的一个好的居所 神志中设计师从2007年起 每年接获颁各国指标性国际设计大奖 南瓜德国IF 英国FX 美国IIDA 意大利Edison 等国内外大奖 在空间中总能散发出强烈的安定感 在高反差的异材质之间 幻醒居住者重新看待本质之美 其实屋主它本身 其实已经是我们旧的屋主 那其实这个空间最主要是 为它在国外小孩设计的空间上 那年轻人他有先赴到法国 去学习一些专业的厨艺 所以在这个空间的设计概念上的发想 我们就希望将这样的多元文化的思维 整合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来讲 其实我们就植入一个回字型的一个动线 在空间的核心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私密空间 一个是开放空间 从开门这个部分 在回字型的整个里面 我们决绝了其实内以外 还有制造一个视觉的一个缓冲点 那在墙壁里面 我们这次拥有的比较独特的一个塑胶 要蜂巢板比较前卫 那也变成四个的焦点这样子 这个客店的空间 它不只能够满足机能的情况之下 又能够结合它未来的一个 在社交的情形 然后比较舒适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沙发背墙 或是在我们电视主墙 那其实在做法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点繁琐的 其实我们需要去用把钢筋灌模 在混泥土上 我们为了要呈现这个空间的一个美学的完美 木板的纹理 我们就特殊去挑选过 甚至我们都会去做一个预柱模的处理 也先让客人看到他后续呈现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编花板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鱼板的做法 其实我们会希望的话 就是让天跟地这边有一个视觉 在材质上的一个反差 希望整个空间在《冲突美学》里面 能够达到一个协调感 家具其实在空间里面的一个定位 它其实属于一个所谓的空间清坦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是能够延续这个空间的设计理会 不管在材质颜色上的一个对话 或是在它的整个家具材质的结构的表现 我们希望把这个家具变成是空间的一部分 而不是它是独立出来的 在书房跟客厅里面 我们做一个大拉门 当你打开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整面的落地窗 跟户外的景观 整个植入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他们在厨艺上有非常专业的技术 还有他们喜欢社交的情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中岛的时候 其实我们植入一个比较多元 材质混合的一个雕塑型的量体在这个空间里面 当它展现处理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朋友或家人的互动变成比较测 是这样的 后面的厨房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用了一个比较活动的大格品 那我们希望的话就是如果平常它没有在使用厨具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个界限让它虚化把折门拉开 在视觉上或是光影或对流上 都是变成在这个空间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这样子 因为其实物处本身它们就具有非常高的美学涵阳 所以我们就思考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塑造出这样的特质 比如说在我们的墙壁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角砖 整个呈现在空间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立美像是建筑的力道量体的一个空间的表现 然后在地板里面其实我们也用了一些像比较早期的模式的地平 那它又是无缝 最主要希望在这个地平里面 它能够表现出一个很简洁很俐落的一个地平 像我们早期的怀旧的这样的思维在这里面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像时间的延续对话 那主卧室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现在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业主 我们在四年后考完就把原本未来 可能考虑到一个新婚夫妇需要居住的环境 应该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个机能上 所以你可以在主卧室看到 我们做的一个转换空间是在于卧室 与浴室这边的一个国度转换 那这个国度转换其实就是你主人化总台的空间 然后在浴室里面就有一个玻璃隔间 穿透到后面的一个所谓化妆台这个部分 它也能够在美学上或技能上达到最多的层次 那大小孩子房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没有考虑它 其实它本身是对收藏其实有很大的喜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空间 当然还是沿用原本比较漂浮的量体 轻量化的设计的概念在这个面 柜子的最底端做了一个线性的光源 那我们希望这边能够作为它展示空间结合在这个里面这样子 多元复合煤材的运用一直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设计风格的表现 当然在这个空间也不例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运用一些不同的砖造 或是塑料或是大理石 或是人为基底的这样的一个水泥材质 所以我们当然就必须要去更重视在每个空间的一个材质的收头所谓的方式 可能在地板上我们做一个铁键的收边 大概是0.5mm拓缝两公分 天花板也是 这样的概念其实可以在整体空间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细部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部分能够把一个空间的剪裁 做到一个比较利落的一个方式的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就应该凭着我们最初踏入设计的这样的初衷 然后对美学的执着 对设计态度的坚持 还有我们希望对任何事情事物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 去做好设计这件事 唯有不断地对自我的挑战 才能够尽善尽美 趋于完美 想看更多审知中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